大家好,我是教育局特殊教育分部的同事 很高興有機會為大家介紹香港融合教育的發展 以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措施 希望透過以下的講解 讓大家對香港融合教育有更全面的了解 政府採用雙軌制推行特殊教育 有較嚴重或多重殘障的學生 教育局會根據專業人士的評估和建議 在家長的同意下轉介他們入讀特殊學校 以便接受加強支援服務 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則會入讀普通學校 為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不同需要 教育局一直鼓勵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去推行融合教育 近年,教育局更加推出一系列的優化措施 以加強學校照顧學生不同需要的能力 現在,讓我跟大家介紹一下融合教育發展的概況 自1970年代,香港的教育政策是 儘量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融入普通學校 讓他們能夠與同齡的兒童一起接受適當的教育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政府提供各樣的支援服務 包括啟導班、藥士班、藥聽班、輔導教學服務、循迴輔導服務等 1997年,我們推出融合教育先導計劃 推動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 鼓勵學校全校參與 藉著課程、教學及評估調色 以及建立共融校園文化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2003、04學年 教育局推出新資助模式 向公營普通小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 為提升教師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專業能力 教育局由2007、08學年起 推出融合教育教師專業發展架 在該架構下 教育局為教師提供有系統的培訓課程 即基礎、高級和專題課程 並定定了培訓目標 2008、09學年 我們亦都向公營普通中學發放學習支援津貼 推動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 支援各類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童年 我們開始推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至2016、2017學年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已經覆蓋所有公營普通學校 教育局持續檢視融合教育的推行 在有需要和可行的情況下會推行加強措施 我們在2015、2016學年推行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 並由2017、2018學年 將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恆常化 在三年內分階段於每一所公營普通中、小學 增設一個學位教師教席 以便學校安排一名專責教師 擔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由2019、20學年起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融合教育優化措施 包括將學習支援津貼推廣至全港公營普通學校 同時,大幅增加第三層的個別津貼額 去到第二層個別津貼額的四倍 並按學生的需要 為學校提供職涵為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的常額教師職位 在取緑教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 提升統籌主任的職級 擴展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在取緑教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 將教育心理學家和學校的比例逐步提升 讓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增加到訪學校的日數 加強對學校的支援 推行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分階段在公營普通中、小學開設校本言語治療師職位 讓學校組成群組 聘請校本言語治療師 加強支援有語障學生 以及向取緑有特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的公營普通學校 提供有特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津貼 優化措施讓學校有穩定的教師團隊 可靈活運用的資源 以及更充分的專業支援 以進一步提升融合教育的成效 現時 普通學校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主要分為九類 包括智力障礙、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精神病、特殊學習困難、視覺障礙、聽力障礙、肢體相殘、言語障礙 推行融合教育的目的是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 幫助他們展現潛能 並促進不同持份者理解、接納和尊重個別差異 甚至懂得欣賞差異 從而推動學生的個人成長以及建構共融社會 面對學生的多樣性 教師已經不能用同一種教學方法去教導全班的學生 也不能夠要求學生達到或一的學習水平 為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學校需要在文化、政策和措施三方面互相配合 善用校內外資源在不同層面 透過各方面的調適和支援策略、照顧和設合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 幫助他們發展多元智能 同時也要關顧學生的成長需要 協助不同抱負和能力的學生 銜接多元出路 我們的願景是普通學校能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 和特殊教育需要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將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工作 視為並納入於日常教學和學生支援工作的一部分 讓每一名學生都能發展潛能 並促進全校師生互相尊重個別差異 和締造共融的校園 教育局鼓勵普通學校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 秉持及早識別及早支援 全校參與、加校合作及跨界別協作五個基本原則 在文化、政策及措施三方面互相配合 並透過已成立的學生支援組 推動全體教職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我們推動學校採用三層支援模式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在三層支援模式下 教師應根據先支援、後評估的原則 按照學生的實際需要提供支援 基本上,第一層支援是及早識別 並透過優化課堂教學 及早照顧所有學生的不同學習 和適應需要,包括有輕微或短暫學習 或適應困難的學生 第二層支援是安排額外支援 或提供增補輔導給有持續學習 或適應困難的學生 例如小組學習、課後輔導 和抽離式輔導 第三層支援是為有持續和嚴重學習 或適應困難的學生 提供個別化的加強支援 包括定定個別學習計劃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相關資料 例如特殊教育需要類別、支援安排等 如果能夠適時轉交他們就讀的學校 可以幫助學校及早知識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 和曾接受的支援 從而銜接或深化為他們提供的支援 加強成效 故此,教育局一直設有機制 以協助學校在不同階段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資料的安排 包括由學前至小學、小學至中學、中小學間轉校 和由中學至專上教育等 進展報告 能夠適時傳遞給他們升讀的小學 幫助教師及組識別和支援有關學生 教育局一直為公認普通學校提供額外資源 專業支援和教師培訓 以支援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學習支援津貼是主要的額外資源 該項津貼是按學校每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 小學亦都包括成績稍順的學生 以及其所需的支援層級計算 由2019、20學年起 學習支援津貼推廣至所有公認普通中、小學 並按需要為學校提供職限為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的 此外,學校還會按個別情況獲發有特殊教育需要 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增補基金、加強支援津貼等 學校需要按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需要 整體、靈活地結合和運用校內資源 聘請教師、教學助理或外購專業服務 務求為學生提供適當的支援 在專業支援方面 教育局的專業人員會定期探訪學校 就學校的政策、措施、教學策略、資源運用、 加校合作等事宜提供專業意見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校本言語治療師 和教育聽力學家 會為學校提供個案評估、諮詢和專業支援等服務 教育局為全港公認普通中小學 提供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以帶領學生支援組 專責協助校長和副校長策劃、統籌和推動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 以進一步建構共用文化和提升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成效 就融合教育的事宜 教育局為學校提供有關的通告、指引和單章等 此外,亦透過跨界別協作 因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情況和需要 和大專院校研發評估工具和多元化的教學資源套 讓學校使用 此外,教育局亦因應不同類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發展實證圍本的支援計劃和服務 協助學校為學生提供更針對性的支援 由2007、08學年起 教育局為在職教師提供有系統的基礎、高級和專題課程 簡稱三層課程,並定定培訓目標 要求學校有系統地安排教師接受培訓 以提升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成效 2021、22學年起 教育局開辦網上基礎課程 讓教師可以更有彈性地修讀有關課程 掌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基礎知識和技巧 我們會持續檢視特殊教育培訓課程的推行情況 以及學校達至培訓目標的進展 以及因應融合教育的新近發展、修訂有關課程 或適時調整課程的修讀模式和內容等等 以配合教師的培訓需要 此外,為促進專業交流以照顧不同需要學生 每學年教育局會不時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活動 例如專題講座、研討會、經驗分享會和工作坊等 亦會組織學校網絡、學習圈等活動 分享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成功經驗 並提供最新資訊 教育局亦推行學校夥伴計劃 邀請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方面 擁有豐富經驗的特殊學校成為特殊學校企資源中心 為普通學校提供支援 並為有嚴重學習和適應困難的智障學生提供短期的暫讀計劃 從而協助普通學校掌握支援有關學生的技巧和策略 家長是推行融合教育重要的持份者 家長和學校的溝通和合作 對於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起著關鍵的作用 教育局已經將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家長篇 和一系列有關培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單張 上載至教育局網頁 讓家長加深了解他們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方面的角色和技巧 家校合作方面 教育局要求學校需要設立有系統的行常溝通機制 加強與家長的溝通和合作 並邀請家長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策略和成效提供意見 學校也需要讓家長知識學校的支援措施 並作出適當的配合 以產生更加的支援效果 此外 學校也會持續推動和深化校園共融文化的計劃 以提高一般學生和家長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認識、接納和尊重 締造和諧共融的校園文化 教育局一直持續檢視融合教育的推行情況 以及透過不同途徑聽取業界和不同持份者的意見等 我們成立了融合教育工作小組 透過同學校界別 其他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和家長組織的代表 舉行定期會議 匯報有關融合教育的工作進展 以及聽取他們對改善措施的意見 除了這個正式的溝通平台之外 我們亦與不同的學校議會、非政府機構和家長組織等保持聯繫 按需要作會面交流 以其增進溝通、加強協作 展望未來 教育局會繼續透過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 推廣校本支援的良好措施 發展實證為本的支援策略 推動家校合作和締造和諧共融的校園文化 去推展融合教育 進一步提升本港融合教育的質素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